骑机车的男子对着停在巷内的救护车 按喇叭不断叫嚣 还持龙头锁接近救护人员 当下遭到救护人员压制在地 还不断挣扎 他一开始有抓我领子的动作 所以我就开始对他做压制 一开始他民众是愿意离开 没想到男子离开后 居然隔两分钟又回来了 手帐拿着两把螺丝起子 藏在身后慢慢走路靠近救护人员 接着开始逼近救护人员往后退 拉开距离躲避 但男子上前就是攻击 救护人员赶快跳开逃跑 警方到场将证明攻击救护人员的男子 带回派出所 因为他的攻击造成救护人员 脖子手背跟耳后多处擦错伤 接获报案 消防员遭到男子攻击 立即派员赶赴现场 将三十七岁正姓男子 男子被带回派出所 向警方表示 他因为不满救护车 在宰相子执勤时 挡住他回家的路 一时情绪失控 下手攻击 伤害了救护人员 现在也依防害公务罪 伤害罪嫌被移送法办 三线网上股仙 台南报道